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館長陳之翰日遣自爆 作囚版地下牽賭 被北市員簡書培成賢為 告發賭博炸其北檢火速 將他列為被告 我肯定幹過這個事情 最早啦 11年前 我覺得這個就叫做耍XX 沒想到館長反嗆簡書培 還一副理所當然 甚至有網友 將簡書培為幾百科惡搞 或去忌惡如愁的黃國昌 似乎對館長親情放下 今天他已經自己在直播做完整的說明 也勸大家就不要玩球吧 簡書培再翻出民眾黨立運黨團 今年7月提案修運動產業發展條例 就增定了防止運動在世 成為不法賭博標的 不過民眾黨回應防止假球牽賭 跟健全體育發展的立場從未改變 要簡書培用同樣標準面對黨內委員 雙方繼續隔空互槓 但和館長同台直播的 國民黨立委吳宗憲欲出驚人 不認為博弈傷天害理 對此國民黨主席朱立倫也緩加 打假球傷害棒球 但博弈要看是什麼樣合法博弈 但館長自認他的年代沒有運彩 是否轉個彎 認了從事非法博弈 這把貨恐怕繼續延燒 還波及藍白兩檔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大選期間 頻頻打出沒資源苦心牌 甚至在1月11選前鬥數兩天 還下達軍令 喊話小草 藝人抖內兩敗 但被資深媒體人邱明玉踢爆 當時掃描捐款的QR Code 連結的近是木可公司 而非柯文哲的政治現金賬戶 但外界也好奇 若連結賬戶被偷天換日 小草難道不會發現嗎 實際測試進入捐款頁面時 除了有信用卡資訊輸入欄位外 的確不會顯示捐款轉入哪個賬戶 日前週刊又爆料 記者會前一天柯文哲才命令李文娟 把木可公司的賬給碎掉 現在又爆出捐款進到木可賬戶 面對指控民眾打擊力駁斥 反批是爆料者胡說八道 畢竟若接屬時 對支持者恐怕是沉痛打擊 兩年後的2026 然後三年後的這個2028 然後我覺得 談是可談 可是重點要怎麼談 要跟誰談 當然是跟 恐怕是黃國昌 對 只能跟黃國昌談 雖然很討厭他也面對現實 這個無可迴避 還有怎麼談 然後呢 然後也要你大我大 而他小才好談 你知道為什麼2024很難談 他的候選人是比我們強 我們的黨比他大 所以二一天做五 有一點像那個 我後來現在回顧 你們那時候藍白河 我覺得國民黨 真的蠢得跟豬一樣 兩個一樣 大家怎麼跟你談 他那個假民調 一直說我就是比他強 然後你們還真的買單 被他壓得死死的 他拿假民調 我們是 我們微服領先的二 他是小叔的三 大大領先的一 叫賴 一排假民調 把你們唬住 這是半豬吃老虎 簡單講 他跟共產黨一樣 蔣介石跟毛澤東談 毛澤東是沒有誠意 最後還是要想吃掉你 最後還破局 最壞的結果對吧 2024 今天你要跟人家談 我們有個天大的好時機出現 兩個契機第一個換人了 柯換成黃 第二個就是黨籍26%變10% 國民黨當然好談 今天我能滅掉你 所以接下來不排除合作的 10%還是很有用的 我合作就是說 我是兩手 我可以跟你合作 我也可以滅掉你 這樣子談 我們才拿到最多 老K 所以下一任管他誰做主席 拜託 朝這個思維來進行 好我想請問一下 這個柯文哲讓人家最生氣的就是說 講得滿口仁義道德 什麼基金會罵一堆 自己做的卻最徹底 比特犬計畫 我們還是要公正 今天那個比特王說要告我 而且他說要什麼 叫我24小時公開道歉 告死我 告就告不用死 我問你要怎麼死 怎麼死你就告就告 那我必須講 我的這個講話 都是有來源有所本的 那他的他有意見的是說 什麼一千萬 一千萬這個是進了比特王團隊 我先還原我說的 我說的就是我說的 不是我說的 我不吞 我說確實有這個比特犬計畫 但是這個比特犬計畫 不是比特幣 也不是比特犬 他也不是陳志翰 他其實就是一個比特王團隊 但是因為週刊有講 這個一千萬 是這個媒體經費 那這個媒體經費 比特王團隊有沒有拿到一千萬 我說我打一個問號 我打一個問號 但是我覺得說比特王 你也不用那麼擔心 第一個我要講的是說 他們的這些影音都在哪裡拍 我要站來站 要站來站 其實我今天火大了 我說要站來站 不要讓你火大不容易 真的火大 你這些他們之前拍的 什麼比特王出任務 這些攝影棚都在三創 都在三創拍的 三創的費用不便宜 我就問你十一月以後 他十一月以前 就是可能就是 他是比較挺郭台銘 十一月以後 你是不是跟科團隊合作 不然你這些大咖的主持人 大咖的來賓全部都是義勇軍嗎 全部都不用錢嗎 都沒有拿通告費嗎 我就問你這個攝影棚 跟這些來賓的錢 你是怎麼來的 錢是誰出的 對 講清楚 對 我跟你講 我爆料我有依據 他們就說 這是跟科團隊合作 你沒有拿錢嗎 你就是都是義勇軍嗎 你都是慈善事業嗎 好 那我再來 我再問 他二月二號 那個張老師拍的最後一集之後 他就沒有了 他後來都是剪一些什麼短影音 那我就問你 你二月二號以後 為什麼你沒有了 是不是科團隊 就沒有再挹注你經費了 這個我有消息來源 直接跟我說 好 那再來 我這邊要問小平哥 我跟你講 這個你要這樣 我就講更多 你惹到我我就講更多 好 拍拍手 你的製作人 你的製作人 是不是國民黨的黨代表 你一個國民黨的黨代表 你竟然去挺郭柯和 去挺柯文哲 我就問朱立倫 你要不要處理 你要不要處理 這個人是國民黨的 國民黨的黨代表 對 他的製作人 國民黨已經推出 侯永宜的時候 對 他去支持 挺柯 他前期挺郭柯和 後來就挺柯 朱立倫 你要不要來處理一下 這個黨代表是北部中部南部 北部 北部的 對 下次再惹我 我就直接把他名字公布 對 所以我就問嘛 我就問啊 對啊 小平哥你在這邊 你們這個自己黨代表去挺了柯文哲的 這個頻道 你這個製作人 你要不要處理呢 我最後要講 今天這個 要講大家來講 這個是民眾黨 我可以很保證 民眾黨的內部傳給我的 他的這個 這個裡面的人傳給我的 這個民調 這個民調 這個裡面的政黨支持度 你看政黨傾向 這是十月份 十月份 國民黨十九點九 民進黨三十點八 民眾黨七點九 你以為這夠低了嗎 這是十月份的 十一月份來的 國民黨二十 民進黨三十一 民眾黨 我厚到一點 五點七九 我算你六趴 我算你六趴 不能這樣算 就五點七趴 還沒到目標 要四趴 十月的時候七點九趴 五趴 然後到 你到已經到十一月了 你看 這是這個人傳給我的 五點七趴 他直接給我三個 他直接給我三個字 民眾黨的朋友 因為我太生氣了 他直接給我三個字 他說死定了 他說死定了 我就問民眾黨 你真是 我跟你講 我必須坦承 我以前對民眾黨還蠻好的 因為我長期跑民眾黨 至少我也承認 我某一部分是柯友友 我對柯文哲 還算是有感情 我雖然說沒有像朱瑞蓉這樣 可是我就會覺得說 民眾黨你今天到這種地步 你多少人重判清理 多少人都變柯友 變柯黑 我從今天開始我就變柯黑 你知道我惹毛了 歡迎加入 這是真的內參民調 這個是民眾黨內部 而且今年要選黨代表的人 而且要選中央委員傳給我的 他就給我三個字死定了 你是說這是最新的民調 現在此時十月十一月的民調 對 你才兇你也不安心了 柯文哲他很多保守是怎麼樣 他前手去做毀屍滅基的工作 隔天繼續再講 滿口仁義道德的工作 對 所以朱瑞蓉 節目可照護儀 又來這一套 所以朱瑞蓉 在那個時候 昨天的節目裡面 他說他被騙 因為八月十一號 他一首八點多的時候 叫所謂的李文娟 去毀屍滅基 把帳策銷毀掉 另外一首 十一點的時候 9給朱瑞蓉說什麼 我們都公開透明 我們都把帳策都整理好了 他是有嚴重的人格分裂 是啊 所以朱瑞蓉才會覺得說 我看到 他看到說周刊寫到說 叫李文娟 把所謂的帳策毀屍滅 他會那麼傷心的原因在這裡 他會覺得被柯文哲騙的原因在這裡 因為同一時間 他傳給訊息 是說他們公開透明 要把所有的帳策公佈出來 十二號不是開了記者會嗎 十二號開了記者會 木可公關公司 他們現在都說跟他們沒有關係 跟民眾黨沒有關係 民眾黨的發言人吳英軒 你為什麼可以幫木可公關公司 宣佈結束營業 你代表什麼人 民眾黨跟木可公關公司 到底什麼關係 吳英軒要不要出來道歉 你要不要黨紀處分吳英軒 這個政黨可以讓一個黨部的發言人 幫一家現在有很嚴重 炸心行為的木可公關公司 宣佈結束營業嗎 為什麼要宣佈結束營業 還好檢連動作迅速確實 十四號馬上去搜索 而且我說真的 不要得罪會計跟會計師 端木正跟李文娟現在都沒有被擠壓 手上資料最多的人是誰 你把書面的攪毀掉 有沒有電子檔 一定有 李文娟有沒有吐石 我覺得李文娟端木正全部吐石了 所以沒有被擠壓 因為真的所謂擠壓的要件 律師在這邊很清楚 滅陣是最重要的要件 那他們為什麼可以在外面跑來跑去 表示檢連認為這兩個人的資料 全部交出來了嘛 而且全部吐石了嘛 所以我們看到週刊很多的報導 為什麼我們會知道柯文哲叫李文娟 去把所謂的仗策繳碎掉 一定是李文娟或者是李文娟周邊的人 去跟週刊去爆料的嘛 所以這件事情表示李文娟端木正吐石的時候 你柯文哲在資料上面 在物證上面 你怎麼可以跑得掉 所以說在檢方搜索把電腦爆走之後 就算資料再怎麼碎掉 再怎麼delete掉 我們現在的科技是可以還原的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跑不掉的 沒錯 好瑞德你掌握到的訊息 什麼八大金庫 金庫就是好幾個帳戶 除此之外還有沒有 你還記不記得今年五月去幹什麼 去買了四千三百萬買了一個商辦 到現在還不願意給我們看 你看那個匯款證明還是契約 你就契約匯款證明拿出來 一翻兩瞪眼不就好了嗎 到現在還拿不出來 那時候說是被這個等於 被這個簡聯單位扣去 那時候講話是這樣 我說你到這個銀行去 花個一筆手續會 馬上請他開個證明不就好了嗎 你為什麼不這樣做 那緊接二來 各位不要忘記一件事 現在那個USB也是有檔 就是民眾黨說 我們大家都是在幻想文回 那個科幻小說編劇的 那個錢加起來是四千多萬 就問一下這四千多萬在哪裡 台灣民眾黨拿出政治現金來說 他們有開給這些人 四千多萬的這個政治現金嗎 拿不出來啊 到今天都拿不出來啊 他今天還在罵 罵東罵西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 他就拿不出來啊 那科幻者沒有申報 民眾黨拿不出來 就問一下錢會拿去 單單這些錢喔 這些錢還不是 這些錢裡面有一筆 一千五一五零零的這個審訊金喔 所以我才講說 你不要裝清高裝清廉啊嘛 這是2022年耶 2014年到2021年 你拿了多少錢 我們兩個 我跟詹一山兩個人知道 就多少錢 我這樣坦白說多少錢 你沒有報的是多少錢 對不對 不要自己撈開而已啦 民眾黨還有那個臉皮 怎麼講東講西 所以問題來了 最夯不當當全部加起來 庫庭如果沒有一兩億 我跟你說今天你不會去看 1.26億跟兩億四千萬的豪宅 我跟你說坦白的啦 那個女版的層次 女版的層次漢有沒有 還在那邊鬼扯東鬼扯西對不對 你那時候也說 柯文哲說的那個一兩 有人要花一億兩億美金 要來要收音樂 意思是說 要讓他去做副總統有沒有 說有這個人啊 你就知道幹嘛 檢察官調查了半天 這個人根本就沒有 柯文哲跟你在碰風嘛 可問題來了 那麼你可以發現 柯文哲三句不離本行 就是錢錢錢 而這些錢顯示 那麼還有很多錢 藏在我們現在不知道的地方 待會兒還是有錢的齁 但是我們要冷靜下來 剛剛講到的一千億 下給網媒什麼的 其實是不違法的 對不對 這不違法的 這只是一種感受問題 那目前為止我們統整下來 現在這個禮拜追行進度 您覺得最大的問題出在政治獻金 我們以謝國良為例好了 他在2022年那個時候 其實總統選舉 這件事情還沒有成立 當時候如果沒有所謂的政治獻金專戶 捐贈給他 邱佩仁作為民眾黨的代理人 在政治獻金法裡面 這是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不是罰錢了事 而謝國良捐贈了個人 給政黨30萬以外的部分 他也要被罰兩倍的罰金 蛤? 這是政治獻金法直接規定的 邱佩仁當主席耶 所以目前以這個清單裡面來講 只要超過於政治獻金法規定捐贈的上限 捐的人要被罰錢 以外 我們剛剛講 政黨要成立有三個要素 第一個你當然要有人 人接下來運轉你要兩個東西 你要有權力要有錢 權力的部分 接下來選舉到底會選的怎麼樣 我們不知道 可是錢的部分 光目前我們看到這些非法收受的政治獻金 他是要被沒入的 所以萬一檢方到時候認定下來 這些違法收受 甚至流動到木殼裡面這些金流 其實是不合法的 可能柯文哲 可能柯文哲 他儲心機率保留下來的錢 要充公 對 這個末路的情形會很嚴重 那萬一民眾黨沒有人了 沒有民調了 選舉選不好了 錢又在都被末路之下 這個政黨到底還能走多遠 恐怕就要泡沫化了 俄羅斯總統普丁多次搬出核武牌 警告西方不要軍援烏克蘭 一旦核戰爆發 全人類都無法倖免 普丁不斷升溫局勢 當時投入先進武器 似乎要把烏克蘭當作核武試驗場 飛彈落下的瞬間遍地火花四射 俄羅斯21號對烏東地唸佛羅斯 發射真火樹 及因素中程彈道飛彈 加速戰時升溫 這枚飛彈並未搭載炸藥 攻擊效果有限 真正目的在於恫嚇 但作為首次投入實戰的 中程彈道飛彈 還是引起外界關注 專家分析殘骸後發現 這類飛彈具有多個彈頭 難以擊落 專家分析這款飛彈支持多目標 獨立重返大氣層載具 每個彈頭能針對不同目標 發動攻擊 同時攻擊多種目標 也增加反彈道飛彈攔截的難度 所以大概率呢 是一種突方能力很強 射程很遠 而且呢有很多個戰鬥部的 遠程火力打擊系統 儘管普丁聲稱這款飛彈無法攔截 但是以色列研發的箭三 還有美國研發的標準三 高空層反彈道飛彈 正是為了攔截這款飛彈而誕生 真國術與反彈道飛彈就像毛雨頓 想要分出高下 只能通過實戰驗證 不過這種畫面一旦上演 也代表世界各國必將連帶受害 從頭來心得 首度出訪南太友邦 去城過境美國夏威夷 回城又要停留美國關島 讓中國氣得跳腳 九零國民黨也有見 這次沒有辦法過境本土 我相信還是一個遺憾 賴總統能夠稍微轉變一下 不要造成整個區域安全的 任何的疑慮的事 在總統出訪這天 美方也宣布 第18度對台軍售 從價3.87億美元 折合台幣約125.6億元 包含台灣F16機隊配件跟相關設備 還有改良型移動設備的候許支援 美國對台軍售 服方跟國防部同聲表達感謝 台灣將持續強化自身防衛能力 美台無知中國威脅 持續深化民主夥伴關係 共同對抗維權 好 歡迎直接在新教育的來賓 選人教室財政家邱敏寬 慧敏好 大家好 正經評論員許維治 大家好 好 再來介紹的是正經評論員黃毅忠 郭敏謹 大家好 好 來看看中國是不是出事情了 最近很多的跡象顯示 就是習近平軍權 再也不是為我獨尊 龐弱的原因有什麼 他指定的人紛紛色灘遭到開除 第一任色灘開除 第二任 李尚武色灘開除 第三任消息傳出來了 雖然中國現在還嘴硬說 不要造謠 到底怎麼中國的軍方這麼會A錢 沒有打過仗就算了 還這麼會A錢 那麼事實上剛剛主持人特別講到 中國為什麼那麼會A錢 這三個都是國防部長 還有外交部長 還有其他的火箭軍司令等等 那麼就在今天我們賴清德總統 當選了以後 上任了以後 第一次出訪我們南太平洋 三個友邦 中共他開始在 他用 他們有在思考 我們美國也注意到 所以他們除了打造什麼 胡建號這些有彈射的 有相關彈射 電子彈射設備的航母之外 最近發現他們大量打造編號 我們把他編號 美國編號是零七六 零拐六就對 這些所謂的輕型航母 表面上看起來 他不像航母 表面上看起來 他用商船的名義 用科考船的名義 事實上他是輕型航母 為什麼呢 因為很簡單 日本也沒有航空母艦 日本有這個加賀號 加賀號 它可以F-35B 垂直起降就對了 因為用短跑道垂直起降 這樣就對了 那麼那也是輕航母的概念 那他們這個要做什麼 他們這個其實 根據現在美國 所得到的情報顯示 要讓無人機 可以在航母上面起降 所以他會大量 你不要小看這個無人機 這個無人機 都是攻擊的無人機 最近在南海有一些動作 所以用名船 用這八十三艘 因為他們動不動 就一兩百艘 他們怎麼會船連船 這麼厲害 你就知道了 如果不知道的話 以為是赤壁 赤壁之戰 阿強的 阿強的都叫他們全世界 很好笑就是說 你這個民兵船 你這個民兵船 不是捕魚的船 對不對 大家一看也知道 有捕魚的船 都在海道上就對了 那事實上呢 他們就用這種方式 跟菲律賓之間 那麼老是在南 老是在南海上面 可是也意外 意外讓菲律賓警覺到 所以必須要提升 自己的空軍 跟海軍的相關的戰力 那也開放基地 給更多基地 給美軍來使用 好 為什麼說就是 因為啊 日本 我們安倍晉三 前首相呢 他有說嘛 台灣有事 日本有事 很簡單 所以現在呢 包括琉球 包括菲律賓 都不約同做了一件事 海馬斯火箭彈 各位要知道 海馬斯火箭彈的載具 需要一個載具 發射這個海馬斯火箭彈 海馬斯火箭彈 台灣買了29套 現在也部署在 包括日本 也部署在包括菲律賓 菲律賓 那麼在演習的時候 部署了以後 本來一度說要走 後來就沒走了 沒走以後 我問你是不是就可以 在菲律賓直接發射 海馬斯火箭彈 剛好日本 台灣 包括這個 菲律賓 都可以用 共用的相關的飛彈 這才是真正大家聯手起來 另外再來看一下 烏爾戰場 烏爾戰場 這個折倫斯基說了 第三次世界大戰 已經正式開打了 所以全世界都很關心 真的不能插槍走火 但是在不能插槍走火的情況之下 我們看到俄羅斯 大家不是之前好幾個月前 沒有炮彈了 很需要補給等等的 現在炮彈繼續打 北韓提供 北韓提供的卻傳出 裡面可能有來自台灣的晶片 怎麼回事 俄羅斯從來就不是省油的燈 他們最近發表了一個新的飛彈 叫做真果樹飛彈 你可以看那個影片裡面 它那個 它的新的高超音速飛彈 這個真果樹 是他們最新研發的飛彈 那這個飛彈有什麼特色呢 這個飛彈據說是可以打的那個 打到那個地下三層跟四層的 那個所謂加固的設施 也就是說它是可以極度的摧毀那些硬體的設備 就是這個 從普丁的說法 這個叫堪比隕石的撞擊 就在灰斷 那為什麼它那麼厲害呢 因為原來它可以燃燒出四千度的高溫 你知道通常我們那種一般的那種鋼筋混凝土 你知道橋會三百度C 基本上它就會開始裂解 那你可以想像 如果三百度C都可以裂解的話 這個炸下來四千度C的話 基本上是蒸發 所以這個蒸發不只是混凝土 鋼筋 甚至包括裡面的積電設備 所以他們現在開始用這個武器 然後準備 然後據說已經開始量產 就是說要開始要來佔領更多的土地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那我們知道 因為俄羅斯跟北韓最近走得很近 北韓不是也派了一萬個軍人去俄羅斯嗎 對 俄羅斯的國防部長 今年五月才上任的國防部長 第二次 最近就前兩天 最近剛又到了北韓 就飛到了北韓 然後你看北韓也是非常熱烈的迎接 還甚至還掛出布條做什麼 全力支持聲援戰鬥中的俄羅斯軍民 你可以看到兩個國家的感情真的非常好 當然好啊 他都派了 北韓都派了一萬個軍隊 而且可能還會再加碼到十萬的那些軍隊 而且都是特戰部隊 所以這兩國感情當然好 當然這是一定 那另外一個叫講的就是說 可是呢 比較尷尬的事情是 我們上禮拜來提到就是說 北韓不是派了特總部隊嗎 甚至他們派了他們的特戰部隊的上將 金英福去烏克蘭庫斯克戰區嘛 現在傳出就這一位 他可能戰死了 他可能被烏克蘭的飛彈給擊殺了 雖然消息還沒有辦法確定百分之百 但是有傳出來說 這一位上將 北韓派過去的上將 有可能在那個戰場上已經陣亡了 根據烏克蘭的那個情報 他們顯示說 他們從那個很多飛彈的碎片裡面找到 他們說 俄羅斯光今年啊 對烏克蘭發動的一百九十四起的飛彈攻擊裡面 裡面至少有六十起是使用北韓的飛彈 他們叫做KN23 那衛星照片也幫大家找出來的 這裡 這個衛星照片 這個就是KN23的那個工廠 這裡面有他們新蓋的廠房 然後工廠設備 這個在北韓的龍城機械園區 就是生產這個 那你說那個飛彈長怎麼樣子呢 這裡 這一張照片是北韓的宣傳照 他們這邊有一個就是後面這個 這個推測就是北韓現在正在發展的KN23這個導彈 那我剛剛講已經大量使用在烏克蘭戰士 那為什麼為什麼俄羅斯要跟他買這個 用這個飛彈 這個飛彈 第一個他的射程比較相對是短的 那第二個是他可以低空飛行 就壓低那個導彈的那個空域 那這個幹什麼呢 可以避掉烏克蘭的那些飛彈防禦系統 所以在實戰上 這個俄羅斯所制的這個KN23其實是有效 那就最好笑最尷尬的是什麼 有人說這晶片來自台灣 就其實他的那個KN23的那個飛彈的那個製造商 來自八個西方的廠商 那他只是說在檢視的過程中 有人說為什麼會有台灣的晶片 可能在裡面 那就說那不是北韓不是被制裁了嗎 為什麼會有台灣晶片 這當然就是流進去 之前也傳過嘛 中國不是也用了其他的管道 去拿到我們台積電的晶片 就雖然被管制 可是他們用很多其他的走私的方式 或是說就是有點掛羊頭賣狗肉的方式得到 所以我在想北韓這個KN23戰裡面 如果有台灣的晶片的話 也是用這種貿易商水貨走私的方式去弄到 至少我們台灣沒那個膽也不可能去 直接提供給北韓這個晶片 這是國防大師 那是不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以前其實台灣難免都還是跟北韓 有一些貿易商的往來 但是北韓捲入了烏惡戰局之後 台灣的貿易商是要更加謹慎的 好來看一下 我很關心的就是川普 他說他最愛的字就是睡睡睡 Tex這個字 台灣已經是他們進口國的第八名 是 關稅會不會增加 如果增加會造成什麼影響 所以敏歡先分析一下 我們目前美國是我們最大的貿易國 一季各位佔台灣的出口 大概八趴左右 各位一年四季四八剛好三十二 所以現在美國是我們台灣最大的一個貿易國 但川普他看的不是這個 川普看到的是你們台灣人一年 從我們美國人手中賺走了六百億美金 孰可忍孰不可忍 所以現在最大的一個問題就是 關稅會不會從三趴一口氣各位拉到十趴 那一口氣拉到十趴很多人會怎麼看呢 我們目前把外資投行的報告 來跟各位簡單的做一下介紹 台積電他們估了 他們就說他們以整個今年來說的話 大概是賺四十四塊錢 大概可以賺到五十五塊到五十六塊 但是如果真的升了關稅之後 拉到十趴 台積電大概損失會在二點四元到二點七元之間 各位四十四塊降到二點四到二點七元 會跌到四十一塊左右 那各位台積電還算比較承受得住的 一般的中小企業 如果你的利潤大概是在十五趴到十八趴 你被他升了十趴的關稅 其實我們很多臺灣中小企業為了稅的關係 是跑到墨西哥 現在最大的麻煩就是 可是墨西哥又要加二十五趴 現在最大的麻煩就是 二零一八年到二零二零年 好多人就聽了美國政府跟美國商會的一個建議說 來來來 來到墨西哥 你們就可以不用去加受美國的零關稅 所以那時候包括了AI 各位AI過去了 汽車 汽車過去了 連坐那個特斯拉的布的那個 特斯拉很多裡面有一些特殊的布都過去了 結果現在那要怎麼辦 所以鴻海現在急得不得了 鴻海趕快在德州買土地 花了十億買土地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囉 這個叫琴系列 我把它畫一下 這個叫琴系列 各位 他本來在稅前是七萬九千八百塊 國家補助兩萬 所以剩下五萬九千八百塊 各位這台車是油電混合車 一千五百CC 綜合馬力一百九十七匹 可怕的是他每一百公里 各位只需要不到五公升的汽油 這麼厲害 重點是他賣你 又便宜 重點是他賣你二十六點八萬 這要怎麼談啊 我就問各位 他們如果照中國這個方式 全世界的車運出去 全世界的汽車業會死光光啊 直接說會死光光啊 那現在呢 中國怎麼做到這件事情呢 很簡單 國家補助 為什麼呢 目前比亞迪 比亞迪目前的一個執行官 叫何志祺 何志祺呢 這個禮拜發出了一封電郵 發出電郵的當天其實包括了美商 我當天晚上在 因為我當天大概三點多起來 我起來看美股 我在四點多我也收到 我收到我也嚇一跳 他們車已經這麼便宜了喔 他們目前比亞迪要求 到了二零二五年 你們這些必要絕對重要的供應商 必須要再降價 各位一降 還要再降百分之十啊 天啊都已經殺到這麼便宜 各位你去想喔 一台油電混合車 台幣給你賣二十六點八萬了 他說明年還要再降價 然後再降價呢 結果呢過了兩天 喪氣大通 他們也說也要降 結果這些做原物料的全哭了 這些做原物料的全部哭了 我的天啊 中國大陸做原物料的供應商 一口氣暴跌百分之六十 可是呢各位怎麼做呢 政府應稱啊 什麼叫政府應稱呢 目前外媒就說喔 比亞迪前三季的負債啊 高達百分之七十七 目前的負債高達兩兆七千億台幣 所以各位整個公司誰做的 政府做的嘛 而且呢還要 引發經費還兩千五百億喔 可是我們來看中國車 車主下車呢 連門都沒關 就走囉 就走囉 然後門自己關起來 門自己關起來之後呢 車主已經走了對不對 對 這一台車自己去停車 這麼厲害 自己就去停車 去停車這時候呢 好多人就說喔 跟旁邊那一台靠靠靠靠靠靠那麼近 如果撞了算誰的 各位 這個也是現在自駕車最大的一個問題 保險公司根本不敢收單啊 可是呢 各位去看喔 真的啊 車主下來連門都沒關喔 他連關門 然後再把車給停回去喔 真的很厲害耶 好 中國這個是華為的M9對不對 但現在呢 落後者已經出現了 來跟各位說 在德國發生什麼事喔 德國最近在艾森啊 他們就突然間發現了一個 汽車的一個墳廠 這個汽車的墳廠呢 車子都是有進無出 那發生什麼事呢 先來跟各位談喔 現在在全世界電動車 有三組勢力 第一組勢力就是美國特斯拉 第二組勢力就是中國的電動車 第三組勢力呢 是德國的BMW系列跟賓士系列 福斯軟體弱 馬力也弱 那目前來看呢 很多車他們幾乎都賣不掉 那賣不掉怎麼辦呢 目前在這座墳廠當中呢 就超過一百零二億的庫存 還再多 打成賣嘛 賣不掉 好多人就說 你車子軟體也不行 為什麼呢 他連遠端遙控都不行 連遠端遙控都不行 然後呢 歐洲很大 那歐洲很大的情況之下 充電樁也不夠 他只能夠跑四百多公里 人家這個隨便跑 都跑一千兩百四十五公里 你跑四百多公里 所以簡單的說 新人員車好多過去老車廠說 我要坐 我要坐 結果呢做了一大堆 連賣都賣不掉 各國他們的運動賽事跟博育 一定要有 不然沒人要看 對 他們為什麼球員薪水這麼高嗎 就是因為有 有賭盤 對 就是有賭盤 所以他給你高到 你不會受誘惑 對 大家還是要整個脈絡上面來看 不要斷章取義會比較好 對於爭議親親帶過 只不過如今又被翻出民眾黨立院黨團 今年七月提案 修運動產業發展條例 要增定防止運動競賽成為不乏賭博標的 但碰上自己人態度似乎轉彎 民眾黨則回應立場從未改變 館長重提做球板往事引發軒然大波 而藍白態度是否裝飆 民眾心中自由公斷 2019年館長陳之翰受邀到中信兄弟開球 事後說收了50萬酬勞 如今再次報做球板涉及職棒牽賭 引發球迷憤慨 中信兄弟緊急發聲明滅火 中信球團強調當時未支付任何費用 館長是經由贊助商協議邀請而來 會進行內部檢討 而網友推算館長疑似在2008年左右做地下牽賭 這一年正式中職爆發黑米牽賭案 選手涉嫌接受地下賭盤組投收買 配合打假球 隔年再報黑象事件 兄弟像黃金三劍客陳志遠 蔡豐安 兩人都捲入假球案被判刑 共24人遭到起訴 瓦解球迷信任讓中職陷入黑暗期 這一段運動員悲歌 當時聯盟瀕臨解散 很多球員選擇離開 而跟周思琦一起挺過職棒寒冬的 還有恰恰彭正銘 如果我是球迷我小我也不會再支持 如果不經常看球的球迷 希望你們能夠繼續關注我們 我們會更努力讓你們更信任我們 如今回頭看這段影片更讓不少球迷淚目 傑深自愛的球員走過打假球的年代 到光榮退役成為教練 好不容易再度看見台灣棒球熱潮 衝心燃起 大家看到館長 就在大家舉國歡誠說 哇 台灣隊贏冠軍 有一個的臉 油油怪怪 待會兒你看那個臉 但是總之他話講太多 我做球版啊 你們少在那修本 大家不是都在做球版嗎 沒有啊 誰在跟你大家 沒有沒有 所以北疫情要慘了嘛 然後我們陳大律師也說 要告發他本身大學 都在打棒球 臺灣的棒球 這個球版才這樣 所以絕對要加入告他 就對了 但是真的有一些雙標的狀況 立委吳宗憲國民黨 我勸你我要出來道歉 你居然挺館長說什麼 博弈不是多傷害你的事啊 要思考能不能成為一項產業啊 打假球叫做炸賭 秋明沒辦法接受的是炸賭去打假球 我管你在繞什麼口令 反正錯就是錯 對不對 米粹在我們台北大巨蛋 總共有 蛇子球隊打了三四場比賽 那麼負賽決賽加上八場 三八場 三八場 這場的確是賭資 非常的洶湧 為什麼 剛剛結束了世界大賽 洶湧到島嶼 拐贏的人要繼續贏 拐贏 拐贏要拗 那麼一種的球棒 球棒就是一般的地下牽涂的 這個所謂的broker 其實不是大樓 他按照這種的民窮 按照這種的民窮 你如果說那天抵中華隊 抵台灣隊 如果贏 又贏球 又贏賭 是不是雙倍 飛天 這有得鬆到鬆軟 你如果說那天不是賭多少人 因為那天贏了之後 馬上我的群組就有人貼出一張 賭台灣隊贏一百萬的那一張 你那個是運財的吧 對啊 運財的 合法運財 各位報告一下 地上的 中華民國運財的最高上限是五百萬 五百萬 而且你如果透過那個 現在有所謂運財會員 會員制的 在那裡有很多面碼 那上限就五百萬 這個人說 優秀的很壯的人 金額可能 簡稱大壯 金額比想像中的 大家去想像一下 老鄉民手會怎麼這樣下去 以前我曾經看到 某一位兄弟像的總教練 我直接明講 兄弟像總教練 在某一次比賽的時候 他們的球隊拿 贏球的總教練 攤在椅子上 你會看他很奇怪 贏球要出他的信用 所以這個總教練曾經 還攤在桌上 攤在椅子上 我贏球 我贏球 表示什麼 我就已經賭掉了 你知道嗎 已經放水了 所以兄弟像總教練 有兩位射賭的 你去查一下 我的重點是說 這一次裡面 地上地下賭盤 地上這次總共18億 地下乘100 千八億 不要懷疑 那為什麼 愛國盤會贏 其實這是那個 運財公營料1.8億 我告訴你 這次像我們 發揚球的 百磅球 沒人家賭台灣隊 沒人家賭 那天阿波跟你說三千 好不好 開半身 我講一般正常盤 日本隊贏台灣隊 2.5分 我們就輸得 關係關係 都水壞猶榮 我們預賽 我們預賽不是1比3嗎 對不對 我前幾天 對日本又6比9 所以這個分拔開了 水不就水開 2.5分 2.5分 3分 日本隊要贏3分 才會贏 如果贏2分贏1分 那都贏球輸掉 結果要再拔 要再拔 阿姨 那要坐一坐 再拔 沒拔 有人拔5千 地下盤的 有個老闆說 台灣對你比賽 怎麼也沒有 10萬 他折下去 我來了 那組頭上 收到阿姨 2-3點 要再拔一拔 不行 要再拔 兩分半 不行 要再拔一拔 這時候開打了嗎 還沒開打 6.5開打 沒封 所以我跟各位報告一下 在這次裡面 地上跟地下加起來的金額 可觀是 因為台草會輸 是因為愛國盤進來 你不要想看他三千五千喔 三千五千都是愛國盤進來 你不要想看 就是說我寧願這三千輸了 我也要賭台灣隊贏就對了 是這種意思 一日球迷 那天押打出來 有人跟他說 有台的鏡子 我這幾天只有五個專訪 小師 若若問一下 那個王歉宇不是在東京巨大 他為什麼不下去投 彭正銘不是很厲害 怎麼會下去打 我說 教練了啦 沒有 這種事情請你自己Google 我無法解釋 因為警方不可 不可雨天了 下床無法雨冰 我又改水 整部沒有改水了 所以一日球迷多不多 也感謝一日球迷的愛國球迷 好 地下盤出什麼問題 地下盤就是 因為他是很靈活的嘛 你知道地下盤 有人要準備走路 你知道嗎 因為要再盤進去 十萬二十萬 你不要再累積起來 很可怕 所以如果說 當你住 當你住有人要下到一千五百萬 因為台財是不可能啦 地下盤 你不會去陳曲玉發生什麼事 陳曲玉是從議員開始拔什麼 他不是拔房球而已 地下盤的都拔就對了 因為你是議員 你又是未來之星 如果要拔 如果按照我所了解的行情 那種的知名度 他給你差不多五百萬 五百萬 你不用拿錢 他說 地下就是好處 臉貝斯就是五百萬 這麼值錢 人不敢去走路 跑得了和尚 跑不了廟 我們來三個幫你 當你這個節目 已經做了很多年了 如果你是要五百萬 瑞德商會大概這個金額 他們這幾個也都這樣 我們可能五十萬 你們不經常 你是五十萬美金 你們要養性用 因為你不經常在捕的人 但是你像我 有的人就是 你今天是莫名富二代 那有徵信 跟澳門一樣 澳門獨佛是不是 親民就堵了 他到時候一輸就走路了 他不怕你走路 你講半天 到底他臉為什麼那麼臭 就是 應該是那個 應該是那個 大家去想想 因為這麼親戚 他要處理白人 人也要處理他 我的意思是說 他說求榜的事情 他說他二零零六二零零九 昨天跟瑞德哥在友台 你說的 大家是驚到義憤天使 你腦符不熱 體腦符 因為現在是什麼時候 我們在中華這個棒球 這個效率 很多人是兩千年之後出生的 李立民是兩千零三 很多孩子不知道 台灣發生 救救海台灣棒球 蛤蟆這個天啊 那也沒有 所以他在說這條件 是大家說 蛤 我哪裏 你用救棒 我們中華職棒 以前從開頭 有黑虎事件 黑鷹事件 黑金事件 黑米事件 最後的黑象事件 這總共台面上是五次 黑卡還有幾個便 台面上五次 那個時間也是 2009年10月26日 下午 台北 地檢處 開始抄 開始抄 抄警衛張志佳 開始抄 那時候按照時間點 他所講的 他六八年初 跟一種當年 那六八年初 那時候 他年紀 他是救棒 他就是broker 就像賣賣大座頭 那行情是 你如果賣一萬塊 贏了是拿九成五 五百的水錢 但是你如果是中華的broker 你就兩百 賺一個公司 你就是去看這四個 所以他現在有兩大損失 一大損失就是說 為什麼台灣隊贏了之後 他臉那麼難看 大家都覺得說 有貿易了 這是第二個損失 就是說 他承認他自己做過球款 對 尤其這條 他的賭內下降非常多 各位 因為這是台灣人 不能夠忍受之痛 他居然是幕後的黑手之一 中央兄弟 看到五年前 我們台東組織開球一百 開球五十萬 中央兄弟說 我們沒有六個錢 嚇到 比較快的切割 中間商戶 清新健康的棒球 竟然有這個人 他說蔡英文也給我 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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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千人也給我 以前說過 昨天他有台國手道理啊 你不能說你以前 你怎麼現在沒事 沒有這個事情 所以我跟你講 館長 比較簡單 你就承認一下錯誤 其實台灣人很善良 你就說你做一種 其實大家會給你完成 不要再說救救的事情 這是我們不願看的 簡書北已經告他了嘛 他真的要被依賭博罪起訴嗎 是 我們可以看到之前蘇培議員 有發這個媒體通知 當天他大概提告了三個部分 一個是所謂的賭博罪 第二個部分是洗錢防治 跟組織犯罪 那這三個部分 我們必須來講 我自己真的看不下去 後來自己 我自己再去告發了 你也生氣了 也被惹我了 我再去告發 因為我要講的是賭博 你賭一條啦 我要講 你如果今天你自己 你自己要 你要下注 那是一回事喔 你賭博罪罰罰罰金就算了 館長自己講 我經營球版 球版是什麼 我提供一個平台 來去做營利 我做得到 變做得到 我們大家都開玩笑講 林玉銘是主頭 主要投手 陳之涵變主頭 他是收取賭資的主頭 那這句話開玩笑講過講 但這對我們來講 都是一個很沉痛的傷害 我們在台灣棒球是一個最主要的運動 大家都多熱愛棒球 我們以前大學在學校也是每天打球都沒在念書了 抱歉 但是看到這些從以前黑鷹事件 再到黑象事件 一個一個球隊解散 好不容易我們走回這個光景 結果館長大言不慘的在講說 我就做這個委業怎麼樣 大家都在做 我要講只要沒有 大家都在做 這件事情真的是拖大家下水 而且我其實更不能接受的是 吳宗憲就是現在國民黨的委員 他其實是前檢察官 他接受專訪的時候 他在陳真旁邊他說 我覺得賭博這個東西有什麼了不起的 應該要合法化 你現在是立法委員 如果你認為要合法化 你把博弈專區弄出來 你把刑法修掉 如果沒有以前這件事情在台灣 就是不應該被允許 你怎麼還可以支持這種行為 所以你按鈴聲告了沒 沒有 我直接做告發 我不走媒體 我不走幹嘛 但是我覺得這件事 我們沒有辦法接受 所以你告發哪幾個罪名 我就走營利賭博罪 因為館長有一點部分 我覺得很奇怪的是 他竟然就是很得意的講說 這個追訴期已經過了 追訴期過表示你自己自成犯罪 只是說現在不能追訴你 可是我要講館長 你講的是說 你因為這樣子 落後錢收回來 身材要走路要背債 那表示這是一個營利賭博 營利賭博追訴時效是二十年 二十年 算錯了 對 所以如果普通賭博罪沒那麼長 五年就過了 但是營利賭博他要走二十年 才追訴期會超過 所以北檢也好 我因為陳志安 我看他的戶籍 這個設立公司的地址都在林口 所以我在新北高 我沒有在台北高 但是講個檢察官 他們到時候可能會併安 或怎麼樣處理 沒關係 可是館長後來自圓其說說 沒有我下的是美國大聯盟 我要講的是賭博 就是賭博 營利賭博沒有在管你 你現在香港賽馬也好 美國大聯盟哪有差 這哪有差 你了不起只說你沒傷害國民情感那麼重 但是你違反刑法的罪行是一樣的 所以這件事情我覺得檢價還是要好好查 所以他逃不了了 他要跟柯文哲手牽手做隔壁御友了 這當然他有那個心 我們也要尊敬他 但是我要講也要 補讓柯文哲孤單 我們也要慈白講 就是說畢竟依法論法 我們法律有個規定 還是要跟大家做補充 自白不能作為犯罪的唯一證據 但是我在這邊就要呼籲館長 你如果那麼有尬詞 你敢講這種話 你就出來講 我什麼時候我收了誰多少賭字 我什麼時候負責處理下 我在那個時候我的組織位階在哪裡 你就勇敢承認 是因為誰給我的錢都沒有 是啊 你就大膽承認他 大家只好覺得說陳之漢 果然是是條漢子 但現在真的超洗腦的 我連去佳樂福都聽到這個音樂 以前過年音樂是不是 當中通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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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 運動 賴清德龍的窩 他們這臺灣建合不是去中東復興建建統統嗎 你看 賴清德跟蕭美清帶隊大家在窩 重點是你知道嗎 重點是你看賴清德龍的動作 這很標準耶 乾了 來 預備 窩 我們這裡 親臺灣 你們只可以也在窩啦 安打暈倒 暈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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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打臺灣最用 幸好遺憾啦 連交響樂團也在窩啦 沒有 昨天啊 台北愛樂 對啦 在國家音樂廳 大家在看的那個 他們在窩啊 真的很感動 而且你知道多有多妙嗎 這個團的指揮剛好就是 最有氣質的窩喔 剛好就是我朋友 你是一個 我就會說 你們為什麼搞這個 他就說啊 所以事先排演好了 對 他說他們禮拜天在排演 剛好就是臺灣隊的那個冠軍站 而且他們不能很仔細的 專心的聽 他們只能利用休息時間 就沒有一下沒有一下 他等到他們排練完以後 臺灣隊也 所以他們那時候就想說 那我們是不是有什麼幫法 可以幫助臺灣隊一個機會 所以他們都練了這一首 練得很不錯 這個當然是全臺灣唱得最好 對... 穿長拳 超專業 最正經的啦 水準最高 如果這樣喔 我們臺灣人愛愛這個啦啦隊以外 日本人都很愛喔 日本人雖然說輸我們臺灣對不對 但是我們風度 我們的氣質 日本人教他 所以他們現在也愛嗚之嗚 他們現在說我們臺灣的啦啦隊 比他們比較漂亮啦 這日本的網友做 這是我們的臺灣 你以為以前 你們這些不肖分子都喜歡日本 櫻花妹 看看現在 不要這樣子 以前那個年代 哪個不是這樣子 現在他們這個是台綱雄雲的那個 大家的儀利 這個儀利其實在臺灣最紅 就是有一首歌 叫做寶生大地夜寶地 他也是這樣 所以日本人現在也很愛他 更有趣的是回到那一天 冠軍賽那一天 我們臺灣 因為我們我們日本是有規定 他們內也不能有音樂 所以外野才能吹奏音樂器 所以我們的啦啦隊團 其實都坐在外圍 當天我們是在 我們是主場 我們是三壘邊 所以左外野靠三壘這邊 很多我們的啦啦隊員 啊 總之你知道嗎 我們臺灣是買這個外 臺灣很多球員 球員買那個外野器 可以亂叫一套 對 有人買那個 假設想要跟日本換票 就是說很多臺灣球迷 內也要換外野啦 內也比較貴嘛 那他想要跟日本人換外野 日本人說不要 日本人吼 我去台灣玩玩玩玩 沒看到那麼特別的應援團 沒看到那麼多漂亮的妹妹在這邊 法香區怎麼可以賣 然後更有趣的是什麼 日本那個很多設備的大砲 本來是要對著裡面拍那個球員 對不對 他們說後來就轉過來 就直接拍左外野 就對著這些法香妹妹拍 他們完全直接現場就倒戈 你就知道這啦啦隊命令有多強 強到什麼程度呢 因為那個啦啦隊那個樂曲 全日本 大家現在聽到 日本網友真的很誇張 他竟然把我們臺灣十二強的 這個選手的應援群 因為每個選手他們比賽說自己的應援群 對不對 他把它做成是什麼你知道 他有日文跟羅馬拼音跟中文 比如說這個 我把他圈起來 八十三號林立 有沒有 林立的威 林立的力 林立的威力 林立 他你看 日文啊 羅馬拼音都 我臉真的這樣 就日本人現在已經瘋到這種程度 想說臺灣這種太特別了嘛 對不對 他們外國隊來臺灣打比賽的時候 我們所有的人加啦啦隊的聲音 據傳那個中南美洲的選手腳會軟 四萬人這樣子 他們腳會軟 所以為什麼這一日 我們臺灣隊在東京巨蛋表現那麼好 因為我們臺灣的巨蛋 九十分貝 已經怕死了 那個是要叫環保局來撤的 我們都可以在那邊撤得住 所以到了第一次 雖然很多球員是第一次到東京巨蛋 沒在怕 因為臺灣的比較吵嘛 我那個臺灣的 我都可以撤得何況是個 然後就我們講 今年剛剛講 那個啦啦隊 今年他們那個球迷還有幫那個臺灣職棒 就是做成那個最火的前三名 讓大家看一下 顧一下眼睛 第三名 我們臺江雄英 這個主角就是怡利 剛才說那個妹妹 中文這個就是戰士一位就是怡利 這顆好像氣概三合 對 臺江雄英很厲害 第一是新球隊對不對 他們得到怡利這個球員 那個啦啦隊 現在幾個也是千塊 馬上衝到排名的第三名 你是不是怡利的影迷 沒有啦 還有韓國的幾位 第二名 第二名就是統一的 這個古早國 其實統一這個算是比較久的 就是我們講的臺灣最用 其實臺灣最用最早就是 統一最用 統一的那個 他的應援是這個 超洗腦 我的天啊 就借他們來用 對 後來我們就借來用 做我們的國度 滿適合的 不錯 人賴真的 因為這個外國也可以跟著吼 對啊 而且有人說 他為什麼很好唱你知道 因為他沒有歌詞 他都是嗚嗚 所以就反而容易朗朗上 紅了 對 那最後第一名是什麼 還有第一名 第一名富邦漢將 高Stronger這條 這條厲害 你看 這條什麼 你不知道 這條不是 這條是32座 第三 還是李阿姨 中間那個就是韓國的啦啦隊 李阿姨 這一個李阿姨 這個動作 乾淨 俐落的32座 要躲32座 那個床 你跑耶 喂 你們知道自己不太久吧 你剛才講說 俐落 乾淨 俐落 聽起來 有點怪怪 就是這個現在最紅的32座 所以我們現在講16吨 16吨算是初階 你不是說歌紅嗎 為什麼又36座 32座 怪怪的 他多幾個 36這個 就是說他初階版 我們現在講初階版是16吨 一二在跳16吨 那你要進階版 就是32 32座 對 然後要抖得好看 所以這不是歌有名啦 是要加動作 這是誰票選的 這是全部的中華網友們 大家票選出來的前三名的啦啦隊 應援群 我們剛剛一直講的就是台灣職棒裡面 非常健康正能量的一面 其實包括看這個啦啦隊女孩跳舞 真的也很陽光 變得很多女孩會覺得 我也要來跳一跳 這是正面的 但是過去職棒真的是很多的黑影蟲蟲 這幾天節目講很多了 其中有一段是在中部的 這個海線大哥對讀嘉義幫 是不是一片心風邪雨 那個當時在民國85年 統計地下賭盤 大概有累計400億的營業額 400億怎麼來 來有一個數據 這本書是我們的中時系統前輩 黃昀坡大哥這本書已經絕版了 來看到他裡面寫的數字 來版名字都寫出來 這是他裡面收下來的 檢調單位指出 去年8月20號去年是指民國85年 8月20號有一場比賽 這場賽事在屏東進行屍牛之戰 與屍隊 屍隊張泰權同鄉鄰居 蕭家班老二蕭登斯 綁屍隊輸球 該場比賽開賭盤 屍隊要讓牛隊4.5分 抱著熱騰騰 U12亞洲少豹冠軍獎盃 挺過預賽決賽 台灣小將們回來了 聽走 台湾的車款 機場大梯回盪熟悉的 音源歌曲 現場親朋好友早已等待許久 要第一時間獻上花拳祝福 好高興 很興奮 居然兒子可以在 平時都是在生活中看到他 居然是在電視看到他打拳來打 那在這個壓力這麼大的狀況之下 他還可以挺得下來 我覺得也恭喜他 家長臉上滿滿喜悅和驕傲 赴日比賽期間 正值世界12強棒球賽 教練坦言台灣奪冠也鼓舞雪弟們 這個P12的學長們 順利國冠也給我們很大的激勵 我們全隊都在房間看轉播 很輕鬆 因為前面隊友先把分數打回來 這樣就沒有壓力 我希望大鼓翔鼓 幫這個過來還是決定要點 點到三壘方向 點得不錯兩個彈跳以後 三壘手接到一個彈跳 傳向一壘是Stay 回顧賽事蘇宇翔六回本壘 奪下第一分 接著松宜樂敲安 周政權敲出二雷打 楊彥先和楊博須續勾 台灣靠首局就灌進五分 電地勝機 不只搭折搭的號 投手可試 扛下大局 台灣隊先發左投黃立元 主投六局指示一分 穩住正角 最後以5比1成功封鎖韓國國地 另外網友發現 田羽奇上場時 雙手拿著球棒 先朝裁判方向進一個禮 網友大旦真替他們 驕傲教練教得好 台灣才剛在十二強 勇奪精彩 小將們也承襲學長精神 接連好消息讓台灣的棒球熱 繼續蔓延 那個什麼明代黑道議長 跟台灣政府的這個什麼 工程維標一模一樣 你們害得台灣職棒還不夠慘嗎 現在在講那個球棒的事情 所以為什麼聽到會氣憤 我們擔心那個黑勢力 蠢蠢欲動 最後拜託我們這一些國手回來 不要遭受到不當的招待吃飯 請客 請不要出門 請不要隨便亂跑 不是出門 真的 你來三立電視台 我英雄那麼開心 你可以接受三立的專訪 但是不要隨便接受吃飯 請客